OK,所以你檢查過之後並沒有所謂的主動 沒關係,反正我們都等你們公布你們的公函啦 好,最後一個問題,我就不要占太多時間 就是今天的法律提案裡面還有一項 就是所謂的原住民的選舉 因為它是負數選區制 那它的缺額到底是要地補還是補選的問題 趙委員,你的時間超過很久了 大概兩分鐘好不好,馬上結束 好,謝謝主席 那就是,我想請教的是說 因為我以前也當過市議員在上來 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律規定裡面 市議,縣市議員的層級 它就是針對只要有違反,就是當選無效 或其實它因為暴力等等情勢 它有列舉一些項目 然後這些項目它就可以 就是語語的,就是說來用地補的方式 那當時還有包括雙重國籍喔 像本人就是因為雙重國籍地補回去的喔 後來都把它取消 它就鎖定,focus在 這個所謂的大概一半 就是會選為主啦 就是影響選舉公平性的 所以他會認為說 因為你選舉用了不正當的手段 你當選了 所以本來應該是當選投那個人當選的 結果讓你當選 所以 所有的議員都這樣喔 不分直轄市非直轄市 所以我才會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同樣是互數選區的 原住民的選舉 在今天早上我有聽到很多其他黨的委員 他就說啊這個是針對性啊 當然今天有一位委員 原住民的他被起訴了 新聞很針對性 也是這樣就是同樣的邏輯可以 根據這樣的邏輯去立法啦 但是其他的我們覺得要考慮 好那最後請趙次長 因為我看內政部的意見好像比較支持補選 原則上在地方自治法 關於這個地補的部分 就是說你影響選舉的 就是剛剛委員所做的 所報告的那種原因的話 我們當然是贊成是地補的 那至於其他的理由 譬如說死亡或者是自己辭職等等 為了這個代表性的話 我們是贊成還是要補選 因為其他的選舉 立法委員的其他的方式的選舉 都是用補選 好我有提修正動議 我看到原提案人顧立雄委員也有提修正動議 我們到時候再來討論 謝謝 好 接下來游美女委員 這是8加2嘛 嗯 把握一下時間 天嶺 天嶺 主席還有我們最強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有事可以請我們的內政部 陳政次 那個次長 還有那個中選會 主委 來劉主委 劉主委 兩位好 其實今天已經有很多的委員 也都質詢過提到這個罷免的問題 那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也知道說人民的這個選舉罷免 創制賦權是憲法上的一個權利嘛 基本上的一個權利 所以呢在這個選舉呢 在以往因為我們的罷免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嚴苛 所以呢人民幾乎忘了說它還有一個罷免權存在 大家想到的民主政治我們的參政權 大概就只有一個選舉權 所以呢對罷免大家覺得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也都忘了還有那個罷免權的存在 那創制賦權呢那更免談了 所以呢在以前呢這個 盧梭呢他就曾經呢對於這個大義制度的批評 就是說人民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有自由 選後呢人民呢怎麼樣就變成了奴隸 就變成任憑這些的當選